今日在九居龙中 受那些折磨的时候 我就在想 阿兰儿这一世 都没有人待他那么好 倘若有一个人真的爱他 待他好 他一定会千倍万倍地偿还他 对吗 是 阿兰儿 正是这样一个人 对了 今日在大殿上替我求情的除了你之外 还有一个人 那是谁啊 我好像不认识他 你说的是乡里鹤王子 他对阿兰儿 似乎不刻薄 是 他是整个王族中 难得一个对阿兰儿关心的人 他是上军和其他夫人生的 也是上军的长子 那他为何要住在这儿 而不住在王都之内呢 王子之前 颇受上军后代 但后来上军去了清化夫人 这王子就逐渐被冷落 后来就一直在观尘宫内居住着 可怜的阿兰儿 兄弟姐妹之中 为一世安待他的人 也离他那么远 今日 在九曲龙之中 漫天大火 梁木砸了下来 有那一刻 我感觉我就要命丧欲策 可是就在那一瞬间 我突然一起一些事情了 你记起了什么 我看见一个人 紫山银法 可是我怎么都看不清他的脸 但只要我看到他的背影 我的心都会隐隐作动 或许 我想留意起他 也只有等到我全部记忆都恢复了我才能想起来吧 只怕 还没有熬到那个时候 就会被这帮人给害死 殿下 我看你身子骨 倒是挺硬朗的 九曲龙这个地方 一般人是熬不过几个时辰的 而你却熬过了一整夜 你先回去吧 我想去看看月亮 既然你想赏月 我怎么可以让你一个人呢 来 慢点 对了 希泽大人同那两位公主是什么观想 怎么突然想问这个 我想到 希泽大人是安兰额的夫君 可是好像希泽大人更喜欢举怒 长递有亲信于他 但是 看到希泽大人那么关心菊诺的伤势 我就觉得有些奇怪 也挺羡慕菊诺 羡慕菊诺 在我模糊的印象当中 我喜欢的那个人 好像有几次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都不在 当你愿意白晨成熟你的性子 原本就是不能将心事闷在心中的 此时容你一个人待着 反倒令你担忧 有伤心的事 不妨说给我听 虽然 当个虚名 但我好歹也是你的长辈了 在九去龙的时候我就在想 为什么每次轮到我都是这样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一个人 每次 有几次危险到 要以心里相复的时刻 都是我一个人熬过来的 如果不是那几次的经历 可能我就没有办法我九去龙了吧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我就挺羡慕菊诺的 西泽大人一定很喜欢他 很重视他 菊诺有很多人爱护着 守护着 就算少了个西泽大人 他也会平平安安的 可是阿兰惹 只有一个夫妻 想到这里 我就有些难过 想到阿兰惹作为一个女孩子 都没有好好地被疼爱过 没有好好地被呵护过 我就觉得有些难过 可是转年一想 我又比阿兰惹好到哪里去了 那 你恨他吗 大概不恨吧 我只是有点美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和他没有缘分罢了 你还小 将来 会遇到更好的人 嗯 将来我会遇到更好的人 那你有没有想过 将来 想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其实 我也不是那么 交情非要有人来救我 如果不来救我 我就活不下去的那种人 但我 希望遇到 一个我有危险 他会出现 出现救了我 不会把我随手抛下的人 在我痛苦的时候能够安慰我的 难道 你就没有想过 要遇到一个 再也不会让你受苦 再也不会让你遇到危险的人吗 我早就想到 自己没那个运气 就是 但是 突然觉得很难哭 就哭出来了 好 没事 今夜就要收拾回船 林也改回王都吗 可是 我们殿下受伤了 都不能休息一下吗 你觉得王军 会为了阿兰惹殿下 听用吗 知道了 殷刑公突然遭遇天火 今夜叫连夜赶回王都 我先将阿兰惹殿下送回画坊 你将殿下的东西收拾脱当 是 苏某夜 我自会找你 你 你 怎么了 吓了一跳 西泽神君 你是走错房了吧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三更半夜的突然前来 我觉得有些不妥 我来陪你 不好吗 这个 这里是 这是你的画坊 今夜行空走水 大家都回到船上了 西泽神君 若是累了懒得再去找屋子 那你便在我房中先休息片刻吧 我出去吹吹风 你若要走时切记替我留个门 我来看看你的伤 神君 我是阿兰惹 不是菊诺 不痛吧 把这碗热糖水喝了 神君 我没有装心 但你一般不是会在这种时刻去照看菊诺吗 我来照看你 不好吗 哦 我知道了 你来照看我 是菊诺想抵消 长地将我关进九居龙吧 其实你放心 我原本也没打算闹到上居那儿去 而且 添水喝个茶这种事情 我自己来就好 不需要二人特别服侍 你我之间 虽没什么夫妻的情分 不过我觉得你每次这样帮着他们二人 还是有点不太合适 阿兰惹实在是太可爱了 哦 我的意思是 你的身份 去帮着菊诺和长蒂他们两人 实在是有点 和他们姐妹无关 如今 连我倒给你的一杯水 你都不愿喝了 我现在觉得有些渴了 那我便喝一下吧 嗯 怎么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感觉可好些了 好一点了 身子轻快了许多 李天亮还有些时辰 你再说一会儿 嗯 去看月灵花的那天晚上 你说你以前喜欢过一个人 嗯 那日我认错人了 将你认成了我的师父 于是便对你说了很多 你就不必太往心里去了 玩笑 玩笑而已 那个人 他让你很失望 其实无所谓失望不失望的 只是我们之间没什么缘分罢了 况且我也记得不是太清楚了 近来误导很多 没有缘分 却要强求的悲剧 我倒是有些看开了 如果神圈在这上头有什么看不开的 我们倒是可以切磋切磋 如果 那个人现在就出现在你面前 你仍然不相信 你们有缘 是 两个人若是没什么缘分 也就是到了该彻底放下的时候 所以此时他出现或者不出现 其实都没有什么分 我宁说 我倒是觉得不出现更好些 因为我并不太想要见到他 是吗 嗯 那果然让你失望的很彻底 其实神君经验对我说了这么多 为的是什么我也小懂 虽然神君同我当个夫妻之名 但我知道你一向不是很情人 怕我吃产生 所以 才希望我有一段良缘吧 这个嘛 其实你不用操心 个人有个人的命数 我现在看得特别看 我卓是有些犯宽啊 神君 你走时 记得帮我关上吗 希泽今夜到底是怎么了 说了这么多本不该对我说的话 他靠近我的时候 身上似乎有股白痰香气 我好像在哪里闻到过 当时很熟悉 本君甚是喜欢 小九留下的西式珍宝 与君共饮 此饮最相似 如此顺滑的小红有真意 本君愿与你每日共饮 希泽大人 怎么了 今天见不着殿下不肯睡觉 我正想去找殿下呢 阿兰找殿下已经睡了 我去看看 是 哇 可以了 这么快就睡了 希泽大人可真厉害 好 在下苏莫叶 见过东华帝君 之前 并无法确定 希泽大人就是帝君 多有冒犯 还请帝君见调 说吧 你是如何进来的 你是如何进来的 此次 入阿兰惹之梦 确实连三殿下收益 希望臣能助帝君与凤九殿下 一臂之力 原来是连颂叫你来的 所以 你早就知道小白在哪儿了 臣进来后发现 在阿兰惹的身体里 是别人的原神 应该是凤九殿下无疑 但奇怪的是 他竟然没有阿兰惹的记忆 也没有凤九殿下 应该有的记忆 小白现在的情况我都知道 我是在问你 阿兰惹原来的师父 是你 但你不是这个世界的孙某爷 你是从范英武进来的 取代了原来的那个你 没错 但是你 为何成了希泽大人 我自有我的考虑 你经历过这里曾经发生的事 可知道这个梦到底是谁造的 臣不知 那阿兰惹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如何出去 这 我也不清楚 史书上 阿兰惹的结局 想必帝君应该都知道 因此 虽然凤九 会遇上相同的事情 但他的性子 与阿兰惹不同 选择也不同 自然 结果也会不一样 就好比 他之前被关进九屈中一百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凤九殿下的生性 比阿兰惹还要再满脾些 想必 会绕更多的弯路 至于出梦啊 原本 阿兰惹的生命就有限 所以我在揣度 是否要让凤九殿下 走到阿兰惹生命的尽头 这样 更要把我平安离开 我的身份你先瞒着呢 这里虽然灵气不多 但比外界更纯净 是以修衍根深 你也不用先回去 我不再是 替我照看他 帝君 你要出行 我有事要做 当然 我还有一些事情 吩咐你 半瓶帝君分子 好